在2020这一年,我们看见人的智慧崩盘,全然暴露出来,造成人们对政府、医疗、甚至我们孩子的教育系统失去信心。 但在这个时刻,智慧在街市上呼喊,在宽阔处发声,如此的清楚像是号角的响声。 他说,众人啊,我呼叫你们,我向世人发声,我的口要发出真理,我有谋略和真知识,我乃聪明,我有能力,肯切寻求我的,必寻得见,寻得我的,就寻得生命。 我想以母亲的身份对年轻的时代说话,我们最深的盼望就是你们找到智慧,智慧为首,所以要得智慧,要用你一切所得的去换聪明,寻找他如寻找银子,搜求他如搜求隐藏的珍宝,你就明白敬畏 耶和华,得以认识神。 圣灵我祷告,当你在街市上发声,呼喊,你的声音会是响亮而且清晰的,寻找你的就必会寻见,因为你是真理的灵,你是我们的指引,你是我们的教师,而生命在你手里。 阿们